青春励志追梦喜剧《我爱飞乐母》 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式及新闻发布会 出品人彭发英 制片人黄岐山 总监制邹靖之以及导演武圣基 和影片的主要演员贺君祥 姜若林 及其亮相发布会现场 近日姜若林与环宇电影的经理人合约纠纷 被吵得沸沸扬扬 环宇控告原名江陵的姜若林 及其名下的公司东旺国际娱乐违约 因为打官司需要大量资金 媒体一度盛传姜若林已经为此破产 不仅要靠母亲卖房救济 更是被媒体拍到她吃盒饭的窘迫镜头 当天姜若林也做出回应 表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官司 至于吃盒饭 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喜好 没有 其实我本身的性格就是 我不爱吃好东西的 对啊 我觉得媒体太关心我了 就是可能 其实我本身就很爱吃什么 烧鸭饭啊 什么咖喱鱼蛋啊 车仔面啊 就是那种很地道的小吃 但可能媒体拍到了 就会说什么 可能要为官司要筹钱什么的 其实是要筹钱 这我承认 对 因为打官司毕竟要需要很多钱 但是呢 我的生活 我还有我的家人 然后我还有 就是现在还有工作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青春励志追梦喜剧《我爱菲勒姆》 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式 及新闻发布会 出品人彭发英 制片人黄岐山 总监制邹靖之 以及导演武圣基 和影片的主要演员贺君祥 姜若林 及其亮相发布会现场 近日姜若林与环宇电影的经理人 合约纠纷被吵得沸沸扬扬 环宇控告原名将临的姜若林 及其名下的公司 东旺国际娱乐违约 因为打官司需要大量资金 媒体一度盛传姜若林 已经为此破产 不仅要靠母亲卖房救济 更是被媒体拍到 她吃盒饭的窘迫镜头 当天姜若林也做出回应 表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官司 至于吃盒饭 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喜好 没有 其实我本身的性格就是 我不爱吃好东西的 对啊 我觉得媒体太关心我了 就是可能 其实我本身就很爱吃什么 烧鸭饭啊 什么咖喱鱼蛋啊 车仔面啊 就是那种 很地道的小吃 但可能媒体拍到了 就会说什么 青春励志追梦喜剧 我爱菲勒姆 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式 及新闻发布会 出品人彭发英 制片人黄岐山 总监制邹靖之 以及导演武圣基 和影片的主要演员 贺君祥 姜若林 及其亮相发布会现场 近日姜若林 与环宇电影的经理人 合约纠纷 被吵得沸沸扬扬 环宇控告 原名江陵的姜若林 及其名下的公司 东旺国际娱乐违约 因为打官司 需要大量资金 媒体一度盛传 姜若林已经为此破产 不仅要靠母亲卖房救济 更是被媒体拍到 她吃盒饭的窘迫镜头 当天姜若林也做出回应 表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官司 至于吃盒饭 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喜好 没有 其实我本身的性格就是 我不爱吃好东西的 对啊 我觉得媒体太关心我了 就是可能 其实我本身就很爱吃什么 烧鸭饭啊 什么咖喱鱼蛋啊 车仔面啊 就是那种 很地道的小吃 但可能媒体拍到了 就会说什么 可能要为官司 要筹钱什么的 其实是要筹钱 这我承认 对 因为打官司 毕竟要需要很多钱 但是呢 我的生活 我还有我的家人 然后 我还有 就是现在还有工作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青春励志追梦喜剧 我爱菲勒姆 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式 及新闻发布会 出品人彭发英 制片人黄岐山 总监制邹靖之 以及导演武圣基 和影片的主要演员贺君祥 姜若林 及其亮相发布会现场 近日姜若林 与环宇电影的经理人合约纠纷 被吵得沸沸扬扬 环宇控告原名江陵的姜若林 及其名下的公司东望国际娱乐违约 因为打官司需要大量资金 媒体一度盛传 姜若林已经为此破产 不仅要靠母亲卖房救济 更是被媒体拍到 她吃盒饭的窘迫镜头 当天姜若林也做出回应 表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官司 至于吃盒饭 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喜好 没有 其实我本身的性格就是 我不爱吃好东西